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2300新闻夜视界 我是蓝玉铭 首先来关心到在台北市松山庆城街 和新安街交叉路口 有工地在晚间9点突然地层下线 造成路旁的车子翻斜超过45度 台北市长蒋旺安也到了现场 联系给记者严陈轩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台北市松山区的庆城街交叉口 这边因为今天晚间发生了 这个工地的地层下线的问题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在这个 他们还没在做连续壁之前的导沟作业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回填的作业的 工程的就是一些部分 那就造成了相关的旁边地层下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旁的 这个停车阁的位置也下线了非常深 高达1.5公尺深 那目前的话可以看到停车阁 原本是有停辆的四辆的汽车 也在稍早的时候已经有拖吊车来 把它拖走了 那稍早的话可以看到台北市长蒋旺安 以及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都来到了现场 稍早也有最新的回应一起来听 今天晚间大概9点左右 我们接获通报之后 在台北市松山区 沁城街及新安街交口 一处新建工地 避免下线 那第一时间我们就即刻通报EOC 新建工程处 还有警管处 警察局消防局 等还有建管处 区公所等相关单位 那第一时间我们也即刻拉起了底界线 那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那有四辆停放的车辆倾斜 那目前了解这个新建工地 还没有进行任何基础开挖 那这边准备要做连续必须工程 但都还没开始 而只是在做导沟 14公尺深 120公分宽 那初步了解 是内部支撑力不够 然后造成导沟外部下线 然后旁边外导沟旁的路面下线 才造成车辆紧接 那目前我们正即刻进行紧急回田 那先就内部导沟的部分 然后接续就会就路面塌陷的部分来进行回田 就是将所有的影响和冲击不要再扩散 所以目前都已经在掌握整个状况 田径指挥所也都已经完成开设 所以相关局处都会进行后续的整个控制 我们先即刻的先紧急回田 然后就导沟内部赶快回田 回田完 然后接续就会旁边路面塌陷的部分 我们马上回田 先把整个状况全面控制 避免任何的扩大 那另一方面我们会持续监控 前进组委所客局处理也都会待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紧急来处理 好 谢谢大家 好 可以听到蒋市长他去强调说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是还没有进行基础开挖 那可能是因为内部的支撑力不够 那现在的话会赶快紧急进行 导沟的回田工作 要赶快稳定地基让现场不再坍塌恶化 那可以看到现场的话期里面 有两个怪手都已经在展开 相关的作业 不过另外大家还是很好奇说 因为这个工程其实还没有开始 那怎么就会造成 相关旁边的地层下陷呢 那之后的话 其实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他其实有提到说 因为工程还没有开始 就造成这样的事情 也会在之后的回田作业完成后 会请相关的建商他们要重新提起计划 才可以复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听到的话 其实等到回田作业完成之后 相关的工程他们是要紧急来做停工的 那其实李四川他有提到说 因为旁边的这个停车阁的部分 可以看到原本是有停辆四辆车子 那因为现在稍早的话 其实已经把脱掉车 已经来把相关的车子已经脱离了现场 那随后也会来进行相关的回田作业 月计在明天早上就会恢复了 那以上就是目前的现场最新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